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和巨型公司的诞生而庆贺 这个公司就是 MCI 市通 公司总裁伯尼·埃伯斯 骄傲地宣布 在完成了对 MCI 的收购之后 市通已经成为美国电信业排名第二的公司 15年时间 从一家不起眼的地方电话公司 变成电信业的巨头 市通如魔术般神奇的成功模式 被华尔街捧为传奇的市通模式 市通成立于 1983 年 最初是一家长途电话折扣公司 1989 年 公司上市 1993 年 更名为世界通信公司 简称市通 埃伯斯坚信 短期内扩大公司规模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收购其他企业 而最好的收购方式就是通过股票 上市九年间 埃伯斯通过增发股票 和用股票抵押贷款的方式 筹集巨额资金 吞并了几十家公司 使市通迅速成长为全美第四大电信企业 埃伯斯也因此获得了电信牛仔的称号 随着规模的扩大 大鱼吃小鱼的游戏 已经无法满足市中对增长率的需求 埃伯斯开始了小鱼吃大鱼的计划 他看上了全美电信排名第二的微博通信公司 简称MCI 当时 MCI正准备将自己卖给英国电信 并且已经谈好了190亿美元的价格 不料 这时MCI的股价出现了下跌 英国电信想趁机砍价 少出50亿美元 MCI的股东们愤怒了 他们准备寻找新的买价 这时埃伯斯出现了 他不仅把收购价格一下抬到了300亿美元 还愿意提供50亿美元 给MCI偿还债务 这个诱人的出价几乎是英国电信的两倍 MCI的股东喜出望外 他们很快接受了市通的报价 这次并购成为当时世界电信业最大的一桩并购 埃伯斯小鱼吃大鱼的并购 一时间传遍了华尔街 一笔英国电信高出100多亿美元的价格 拿下MCI 这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笔不划算的交易 但是埃伯斯却有着自己的如意算盘 这项收购能使市通公司的营业收入增加三倍 股票市场必然闻风而动 它只要以高股价增发新股或者是抵押贷款 就能够轻而易举地筹集到足够的资金 根本就不用市通自掏腰包 实际上它是在用股票投资者们的钱 来为市通收购资产 1997年10月 市通宣布增发了8.2亿新股 用来收购MCI 消息一出 华尔街的银行家分析师 开始极力吹捧市通的股票 并且给投资者强力买进的建议 实际上 在长期的并购中 市通早就和华尔街的银行家分析师们 建立了密切的利益关系 其中最出名的是 华尔街电信业排名第一的分析师 杰克·格鲁布曼 在华尔街的吹捧下 市通的股价持续飙升 1999年6月 市通的股价从20多美元涨到了64美元 市通的市值也达到了1960亿美元的最高峰 这次收购 让格鲁布曼所在的投行 得到数千万美元的咨询费用 而他本人也通过提前向投资者透露信息 轻松取得数千万美元的中介费 收购MCI让市通顺利地做上了 美国电信的第二把交易 市通模式一时间成了华尔街的宠儿 埃博斯用并购维持着高增长 用高增长维持着高股价 然后再用虚高的股票搜购其他的公司 由此循环往复 埃博斯毫不掩饰地说 我们的目标不是去抢夺市场份额或全球化 而是做华尔街股票的难保外 但是这一切的基础只有一个 就是市通的股价必须保持上涨 一旦股价下跌市通将会一败涂地 熬井不长 经过长期的并购市通可收购的对象越来越少 它的股价也伴随着增长率的下降而停滞不前 1999年10月5号 基不择时的市通将目标锁定了美国电信业排名第三的斯普林特 但是这项交易因为触犯了反垄断法 被美国和欧盟联手阻止 没有新的对象市通的并购陀螺停转了 2000年市通没有任何的并购交易 它的增长率下降14% 迫不单行 互联网泡沫的破灭严重冲击了电信业 双重打击下市通的股价大幅下跌 股价暴跌 埃博斯的资本游戏再也玩不转了 市通的巨额债务暴露出来 投资者们纷纷登门讨债 贷款银行争着催还贷款 埃博斯走投无路的情况下 决定通过财务造假来获得喘息的机会 但是纸终究包不住火 2002年4月 市通38亿美元会计欺诈被揭发 一个月之后市通申请破产保护 涉及资产超过1000亿美元 成为当时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破产案 资本的扩张就像一只猛虎 既有创造财富的巨大力量 又有天生的野性 无论资本的游戏多么光怪陆离 没有实体财富的支持 终究会有崩溃的一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